拿过口角来了 十月末小香风 下月初上雨容 外套内搭三比七 基础少量卖设计 裤装版型要选好 做好连带业绩高 冬季初次要铺满 双十一过后既冷淡 这月末以及下个月初的主卖外套 一定是小香风 羊绒大衣这个月的销售期 差不多已经过了 当然不排除主座羊绒大衣的店铺 下波高峰期是在年前 不要觉得小香风烂大件了 或许就是因为 买街都是穿的才会被称为畅销品 记住了 大多数的顾客不喜欢创新 而喜欢跟风 下个月上雨容 咱不能再晚了 双十一之前 建议大家把羽绒服都备齐 才能赚到冬季的第一波利润 虽然整个冬季的必备外套是羽绒服 但是人民的消费习惯 是在第一波降温的时候去处备 现在赶上双十一 线上各大品牌的促销活动 都很有经营力 所以建议我们尽量 在顾客还没下单之前 先去做销售 外套昧搭三比七 基础少量卖设计 现在是冬季的开始 外套大可多上 秋季一比九 冬季那就三比七 有能力的四比六 都是没有问题的 想要出业绩 冬季一定是卖大件 因为相比夏天 顾客在冬季的购买力 会大大下降 如果你的销售 还是靠卖小件 是绝对拉不起来的 甚至都有可能会赔钱 再说冬季的外套会卖很久 大家不必太担心会压货 如果做的是快时尚定位 夏装里面牛仔裤依然是上旬的衣截 但是夏旬随着天气 逐渐转冷 靴子也慢慢的进入了市场 所以裤子的畅销版型 会慢慢的从直筒裤 转变成小脚裤 老爹裤和烟管裤 裙装也会慢慢的代替裤装 这个大家掌握好 夏装的一个比例和品类就好了 冬季初次要补满 双十一过后寄冷淡 第一波的冬款 大家可以大批量的上货 服装行业的冬季 长达四个月 和秋季相比 我们冬季的衣服 卖的时间更长 整个冬季的销售旺季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双十一之前 第二个阶段就是年前 其他的时间基本上处于冬眠状态 但季呢 大家的上货节奏 就是多次少量的更新一些流行款就可以了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把握好第一波的旺季 做好营销 做好传播 还想知道关于服装的什么知识 欢迎评论区留言